理想 轉移項數 哈囉大家好 我們在上一個影片跟大家分享一個系統 理想轉移函數應該長什麼樣子 所以這個影片呢我們就順著上一個結果 來用上一個結果來設計一個系統補償器 假設大家跟我一樣 现在正在设计一个降压型的转换器 然后用的是电压模式 那我们在画面上可以先看到 我们的理想的转移函数应该是长这个样 它应该会具备一个极点用来当积分器 然后另外一个极点来修正我们的相位余裕 好那我们一个降压型转换器会造成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降压型转换器因为是电压模式 所以是二阶系统 所以在它会呈现一个low pass field的一个形状 那首先第一扁的部分争议是不变的 然后接着会有两个极点 它是在斜震频率下会有两个极点 然后因为是两个极点 所以接着会以40dB的速度 负40dB的速度往下下降 过了一个ESR所产生的零点的这个位置 因为一个极点跟一个零点做对销 所以剩下一个极点 所以斜率会变成是一个-20dB的速度 来下降 这样整个系统就变成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们既然称它深蓝色这个叫理想的 所以我们最后想要的是一个系统 是希望长成一个深蓝色的样子 浅蓝色是我的系统的Plant 就是我这个Pulse Pride的Plant 我希望把它弄不见 因为弄不见之后才能又恢复成蓝色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的补偿控制器它是长这个样子 红色这个部分 首先这个第一个我们从左而右来看 第一个遇到的是F0 F0是我要的 所以这个极点我等一下会存留下来 往右看 接下来是遇到两个极点 这两个极点是Plant所衍生出来的 是我不要的 所以我等一下要抵消掉 再往右看 经过的是我们的高频极点 这是我要的 所以等一下要留下来 再往右看 又看到我们的ESR所产生的零点 这个零点是我不要的 所以要抵消掉 所以我们补偿控制器应该长什么样子 我们把它往右推 所以一个典型的二阶系统 它的补偿器它应该是这样子 它应该是三个Pulse 三个Pulse 两个Z 那我们在类比我们称为叫Type3 当然在数位叫3P3Z 会多一个Z出来 这我们在后面会有影片来做解释 好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极点就是我们的前面的 我理想转移函数所需要的极点 所以把它把它连起来 这个极点是我们要的 对不对 接下来呢 这边还有一个是ESR的 这我们不要看 这是等一下 不要的 那我们先看要的 这一块是我们的高频极点 所以我们把它连起来 这个高频极点就是我们样的 所以我们系统现在到两个极点 对吧 好那左边呢 LC Filt 应该说LC 它的协证频率的这个位置产生两个极点 所以我们对应到右边是两个零点跟它对销 所以我们把一样桶码把它连起来 就是两个零点跟两个极点对销 然后ESR这个部分 ESR这个部分 它因为是一个零点 所以我们右边产生一个零点 一个极点跟它对销 就是我们系统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个二阶系统会需要三个P两个Z 我就这么来了 所以我们总共需要三个P跟两个Z 那其实一个简单的解释来说 正常的系统 你就是应该找出它的一个最终理想的转移函数 然后这个理想转移函数就是我们要的 接着呢去找到这个系统 因为某些原因 比如说增加哪些争议或增加哪些极点 我们去把它做对销 那对销完之后 系统就又恢复成我们所需要的理想转移函数 所以为什么我们上一个影片 先介绍理想转移函数应该长什么样子 那这个影片呢 我们是接着是 将理想转移函数留下来 然后系统所增加的极点 我们就用零点跟它对销 系统增加零点 我们就用极点跟它对销 然后销完之后呢 就可以呈现出我们的一个 转移函数 还是恢复成理想的 然后呢也找到了我们的补偿器 所带的一个极点应该在哪个位置 那有了这个极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接着去设计我们 实际的RC值 或是一个数位的补偿器 来控制我们这个系统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希望这样今天的影片呢 也是简单的介绍 让大家可以理解 原来设计一个系统补偿器 它的步骤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其实也不是非常的困难 主要是你要观念清楚 就可以很快的设计出来 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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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